廉政公署双吉恩殿再揭发足球圈探波 过去两日拘捕12人 包括犯罪集团转路和骨幹成员 涉及几支球队 包括一支港超联球队的主教练和球员 据了解是军业不拘 第九年5月之后 廉署再次赌破本地打架球集团 过去两日搜查超过20个地点拘捕12人 包括一支港超联球队主教练 一个中场和一个门将 消息指是军业不拘 有六个人来自两支月组球队 包括一个教练和五个球员 另外三个人是外围堵住中介人 他们本身都是本地三支球队的主教练和球员 据了解其余涉案球队 包括深水堡和圣若失足球会 廉署说打架球组在2021年就已经发生 被捕的军业不拘主教练 当时和另一个涉案球员 随属同一支月组球队已经受贵打架球 那个主教练转到军业北区之后 再联同另一个月组球队的教练 招揽右翼打架球员 包括制造指定入球各球的数目 或者造假已达到指定的输赢比数 球赛过程也会调整赔率 每个球员每场可以获得几千至几万元的贵款 会在场边向球赛中的球员打暗号 他们通常会透过一支肢体语言 譬如戴鼠帽 脱体外套 或者拿起水准 这些语言 去向他们打架球员成员的球员 去发放指令 教练和足球员 同时都会透过他们的亲信 和家人 在这些非法外围赌博中投注 联署说涉案的港超联球队 涉及这个球季打架球 其余月祖球队已经打了三个球季 认为不属于球队的管理问题 根据我们调查 我们认为这些事项 是与球队的管理并没有一个直接关系 而是一些各自球员之间 自己本身的个人问题 这些骨幹成员和主脑 在他们加入了球圈之前 其实本身已经的形式 也集验了一些赌博的习惯 外围赌博的习惯 他们透过加入了这个球圈之后 尝试去拉拢另一些球员 想去令到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财果 然后去在外围赌博赚钱 近年本地球团不时有球员 涉嫌打架球被捕 去年也涉及合了球队 是否代表本地足球圈 出现结构性的贪污问题呢 他们在球圈里面 尝试去行跪其他球员 我们的调查 发现他们的行跪行为 并不是太顺利的 但是这些动作 其实会令到球圈 好像一个病毒那样 可能贪污情况 会感染球圈 所以我们廉战公署对于体育 或者可以说足球方面 都一定是零容忍 是一定会尽早介入 柱方说部分被捕球员的家人和亲信 也都曾经在外围下注 暂时没有被捕 会再作调查 也都会调查涉及几多场球赛作假 会请国际专家证人协助 警方国安处拘捕当一个53岁女人 涉嫌和患日紧的邹幸彤 在社交平台专页 发布巨煽动意图贴文的案件有关 消息说是昨日被捕 前支联会常委关振邦的太太潘又翠 令案件被捕人数增至7人 所有人被沟楼调查 警方国安处昨日拘捕 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等6人 涉嫌在社交平台专页 持续就六四事件 发布巨煽动意图的贴文 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相信是第一次引用相关条例 采取执法行动 政府暂换垃圾征费 但维持目标在2035年 停用垃圾堆填区 政府透露增加垃圾坟化设施 包括研究在北部都会拘起大型坟化楼 第一座综合肺物管理设施 正在长洲对开石古州填海兴建 早在16年前已经研究出选址 2017年批出工程合约 坟化炉组件近入运度 最快要明年才可以投入服务 当年另一个考虑选址是屯门争取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借展环透露 下个月会到立法会申请撥款 在那里建第二座大型坟化设施 同时会研究起第三座 香港我们现在也在北部都会区的发展里面 其实我们都是密释 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建第三座的设施 香港我们就可以关闭了所有我们的队停区 不需要队停区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也有一个计划 有立法会议员就担心起坟化路都需要时间 他促请政府不要忽略源头减废政策 无线电视记者黄芷瑜不得 入境处将军澳新总部下个月11日起投入服务 增设多一个婚姻登记处 入境处新总部大楼位于将军澳保一路 占地达17,200平方米 有两栋楼高18层的行政大楼和执化大楼 造价68亿 下个月11日起 几乎所有原本在湾仔的服务都会搬来这里 不同楼层提供不同服务 用不同的颜色区分 较湾仔多的 是增设出身和婚姻登记服务 婚礼礼堂和其他注册处不同 新人可以选择灯光幕场的颜色 更加有星海银河造背景 座位设计也都想过度过 由现时监礼人坐中间 改成新人坐正宗 面向来宾 方便影响 提到打卡 更加有心形花圃和花圆 至少有46对准身人 已经预约在这里注册 办理证件的柜位设计也具有科技感 地下至三楼设有44部申请证件自助服务站 和10部服务站领取证件 日后可能不需要在职员的见证下 可以签名、打指纹、办理身份证申请 如果等候服务时手机无电 市民也可以来到这个充电站 除了插塑之外 部分的楼层也设有无线充电 方便市民紧急的阵用 无线电视机者刘慧宜报道 国产大型客机C919 星期六将会首次以包机形式 载载由香港出发去上海 由飞机工程师说香港机场的硬件 已经能够配合C919载载载营运需求 相近近半年 国家自主研发的大型客机C919 将会再临香港 东方航空的C919客机 星期六早会由上海洪桥机场出发 预计早上11点20分抵达本港 下午包机接在本港青年度上海 C919第一次访港在去年12月中 当时和另一部国产客机ARJ21 一起停泊在机场商用航空中心作整体展示 今次正式已商用航线来香港 因为作客飞行将会停泊在客运大楼 部份的停机位地上已经涂上C919停泊指示位置 有飞机工程师说 本港机场设计能够融立大部分机型 即使有新型号飞机来香港 都不用特别更改硬件 现在其实飞机款的大小 我想都不会超过到A380 一般来说 所以如果是小过A380的飞机 其实在很多机场都可以升降 另外就是它的长度 翼宽 门的位置 影响到可不可以迈老桥 譬如最简单 就是说飞机停泊的位置 那条线要度身定做回特定的飞机型号 他又说维修不同型号的飞机 需要获准指定许可牌照 也都要有已经训练的人手 物料和特定工具 C919的基地在上海浦东 他说离香港的航程将会有工程师除行 无线电视记者吴嘉軒不道 电视记者吴嘉軒不道